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22日 星期五 先恭喜香港 香港終於與世界齊名 香港的旅遊警示 美帝這些國家維持對香港 是最高第四級的設物前往警示 與伊朗、北韓這些國家並列 恭喜香港 與這些有勢力的國家一起 齊名 有核彈 北韓、伊朗 美國國務院近日更新對香港的旅遊警示 不但維持最高第四級的設物前往 更將警告內容升級 不單止首次將香港與多個極權發展中國家齊名 包括俄羅斯、北韓等 俄羅斯都與你齊名厲害 是否要讚一讚我們香港呢 還將早前港府的清零防疫政策 再加入政治風險 指明港區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嚴重威脅香港境內、境外人士的言論自由 美國公民如果公開批評中國 可以面臨刑責的風險更加高 當中指出 中國利用國安法打擊其定義的勾結外國勢力意圖 大肆宣傳美國公民在香港煽動騷亂 甚至以網絡起底施壓 另外內容更加參考新疆問題 指出各國公民在中國 包括香港都有 隨時面對出入境自由的威脅 而中國反而維持在第三級 呼籲 重新考慮前往 哇!香港真是威風 連我們偉大的祖國都突破了 中國都是第三級 我們香港是第四級 美國在今年三月 已經對香港的旅遊警示提升到最高級別的第四級 呼籲公民 切勿前往旅遊 在於近日更新現時維持現有的第四級 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三 在社交平台公佈消息時 更加首次將香港和其他同級的極權國家並列 包括 我告訴你 緬甸 伊朗 伊拉克 北韓 俄羅斯 委內瑞拉 是否厲害 齊名 現在真是厲害 我真是覺得香港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官網 強調 由於任意執行當地的法律 即香港政府 呼籲公民重新考慮前往中國境內 包括香港 當中除了提及 香港除了中國對新冠疫情採取清零政策實施嚴格限制之外 亦指出 自從香港在2020年6月30日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 中國在香港單方面任意行使警察和國安權力 中國有意圖利用這些權力 打擊其定義為 他認為的 分裂 顛覆恐怖主義 以及 勾結外國勢力的 港法運活動 中國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現時已在香港境內運作 而且不受 香港司法機構的監察 說得對 說得對 難道我們中國國安要受你們 香港警察 受你們 香港警察 怎樣 傻傻地 內容又說 港區國安法涵蓋非香港居民 或香港境外組織所犯的罪行 他所論 香港評論 你犯了罪行就是 美國公民不論 公開或私下批評中國 都有機會因而負上刑責 另外指出 中國大使宣傳 大使 即是不停 宣傳誣衊美國公民等個體在香港煽動騷亂 在某些情況下更加發出其有關的個人資料訊息 造成社交媒體上的暴力威脅 對此 當局強烈警告美國公民注意周圍的環境 並避免示威和叫口號 避免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拍攝示威者或警察 隨時攜帶有效護照或簽證 萬一被拘留或拘捕 需要請求警察或懲教人員 立即通知美國大使館或就近領事館 美國國務院更加參考上海、新疆和西藏的問題 指出外國公民在中國包括香港都有機會 隨時面對出入境自由的威脅 即是上海的封城就不讓你離開 明白了 包括當局實施宵禁或旅遊限制 美國當局再重申 中國政府在國內各地任意執法 對美國公民和其他國民進行非法拘留 以及使用出入境的禁令 外國商人、前外國政府人員和記者 都有可能因為違反中國國家安全法 在不當的法律程序下 受到長期的審訊和拘留 大多數情況下 美國公民只有在試圖離開中國的時候 才會被知道禁出境和拘留 即是你走的時候無故鎖你 中國政府可能會阻止美國大使館 向當事人提供領事服務 美國商務部已經確定 至少有一個美國公民 被中國政府不當拘留 美國人都敢拘捕呀 美帝呀 那... 走呀走呀 遲些跟大家說些事 拜拜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們頻道 月費贊助 外面的留言匪語 不需要你 你知道 總之我遲些會說多些事出來 是我親身的經歷 我和Tony的恩恩怨怨 恩怨情仇 大爆他黑鑊 好嗎 大家想不想聽 遲些跟大家說 多謝你們 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多謝 拜拜 拜拜